大家好,我是Van仔,鄧永芝,歡迎收看頂級歐國妹 如果問我歐洲國家盃中,我最喜歡哪個球星呢? 我會選擇意大利中的球星,但意大利中有很多帥哥 到底哪個最好呢?當然是簡那華路 在1973年9月13日出生的簡那華路 是現役意大利國家隊的後衛兼隊長 現在在赤西班牙甲組聯賽球會王家馬都來的 簡那華路是現在世界上最出名,而且身價最高的後衛 在1998年那一年,他入選了國家隊之後就參加世界盃 好不幸,那一年對著法國隊入了八強的時候就提早出局 在2002年,他以2700萬磅極高的身價加入了國際米蘭 不過在國際米蘭整整一年裡面,因為經常都受到教練的批評 所以在2004年,他就轉去祖雲達斯 2006年,簡直是簡那華路豐收的一年 因為他得到世界盃的銀球獎之外,還當選了世界足球先生 之後他就跟著教練卡比露轉去西甲勁女王家馬德里 轉去王馬之後,他還幫王馬贏了兩屆西甲聯賽冠軍 簡那華路曾經參加過三屆世界盃,兩屆歐洲國家盃 代表國家盃上場超過一百場,簡直就是身經百戰 他雖然踢後衛,但一點都不粗魯,而且腳八還很秀勵 他又沒有東尼那麼高大的身材,又沒有他那麼年輕 但做了人爸爸的他,反而多了男人的魅力 有些人說,意大利現在就很少年輕一代的英俊球星 據我說,踏入中年之後的球星,反而更多一份男人的魅力 至少可以給予我們女人多一點安全感 今集就說到這裡 今晚姐妹記得教電視看球,拜拜